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好我是阿良 我们都知道水牛性格是比较温顺听话的 但它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比较温顺听话呢 还是也是看人来的呢 今天咱们就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找了几个小朋友 叫他们帮忙把牛赶回家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结局如何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首先我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因为我知道我家牛它是比较温顺的 它不会说攻击小孩子这些我是知道的 所以我才敢大胆的让小孩子去去赶它去试一下 这个等会就交给他们两个小朋友了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了 就你赶牛不是骑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疼啊 好疼啊 要弄起来 哦 你在干嘛结束呢 没有了没有 你要从后面赶 不过来 我倒没干嘛 我倒没干嘛 那是不要它漏苦 它都给你害过的 老师弄它的头 就轻轻打它 打它就可以赶过去了 你这跟他老仰似的不是这样 拿个棍子拿个棍子 拿棍子打 你这感觉跟他老仰一样 他不动了 估计 牛好像不太爱理他们 我家牛脾气还算比较好的 像有的牛如果看你是小孩子 觉得会拿头去凶你 但不会撞你 它会凶你 因为你想一下 这么大个牛 好歹也要面子的呀 怎么可能受你一个小孩子 这样管束呢 对吧 赶着赶着 一个让路了 好黑 黑到鱼切 黑到鱼切 鱼切 鱼切 黑 黑 打在他身上,他都以为老痒痒 尾巴都翘起来了 这么大,打他 打坏了 你这样赶一年都赶不回家 前面那个已经跑路了 赶了好久赶不回来 这勉勉强强算赶回来了吧 勉勉强强算赶回来了吧